本來想說泰國之行的影片全部都發完了 沒想到還漏了這一條 哈囉我是皮皮組 這條內容是泰國之行我所住的第二家飯店 也是本次旅行之中三家飯店裡面最貴的一間 三碗四千塊人民幣 都說它是最貴的所以服務就是不一樣 走進飯店之後有人引導我們先坐下來 先喝冰的飲料 冰毛巾擦擦臉 接著跟我們收取護照 不到一會的時間入住都辦好了 這次我一樣訂的是套房 空間是超大的啦 房間內裡頭所有的設備都非常的新 而且樓高也夠 沒有一點壓迫感 空間也非常大 應該是這次旅行當中三間飯店裡面最大的一間 逆砍砍逆砍砍 小哥們很喜歡這落地窗 仔細看喔 牙膏也是三間飯店內最大的一條 並且它有提供護存膏欸 護存膏欸 浴缸除了很大之外還提供預言 愛泡澡的你不要翻過 遠方是小廚房 這次每日會提供的礦泉水 煮水壺 烤麵包機 茶包還有膠南咖啡機 免費的洗碗巾還有柴瓜布 冰箱也非常大 可以裝很多飲料喔 一會你們可以去便利店 買那個熱壓吐司回來當明天的早餐 過完飄飄漾漾都有 到底是怎樣 是有多希望住客在房間裡面煮飯吃啊 這是電池爐 我就是用它來煮方便麵的 你沒有看錯 房間裡面有洗衣機 特別有時間的你 還可以把衣服燙一燙喔 接著我們去看看公用設施 這是網美游泳池 現在是早上的七點半 所以泳池河半看不到那些網紅跟網美 這是各大網紅最愛百拍的健身房 阿小哥們最愛的是這兒 有卡通看還有遊戲間